烘衣機沒有出熱風,所以就無法烘乾衣服 那今天我們就用這段影片的介紹 教大家如何做這個狀況的排除 後面這個出風口如果沒有封出來 那就表示它的送風皮帶斷掉 那是不是真的是送風皮帶斷掉 我們現在就馬上背蓋做一個拆解 OK 後面這個放在於是 現在背蓋已經拆下來了 電池 A1C 3C 2C 1C 3C 3C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底液 脂身 膠胸 先把下面的裝進去 然後這邊固定好之後 我們再拆支架的上方 這樣滾輪才不會移位 那邊可以 輪也要扶桃 然後繼續打設 那邊要扶桃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再把這個支架已經固定好之後我們把 把皮帶 安裝在這個滾桶的 軸上面 然後補風機也把他連接起來 好現在皮帶已經安裝完整了我們現在做測試 好我們現在 這個皮帶已經安裝好了我們現在做個測試 待會 電源打開之後他這邊就應該要有出風出熱風 表示已經恢復所算正常 好現在風已經出來了 這樣子才能達到一個風力的效果 好那現在我們就 已經把皮帶安裝完成現在把背蓋給安裝回去 在裝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這個 背蓋的 邊緣就是很鋒利所以這拿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